这个范围 这个特别重要 每次都开7个号码 7个号码 如果各位有买过乐透彩 应该都知道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叫乐透彩 现在叫大乐透了 不过乐透彩跟大乐透 最大的不一样是 乐透彩到42号 不过后来大乐透改一个规则 它到49号 等于会多出 总共有7个号码 其他规则都一样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资料 如果说我们后面可以练习 就是直接找到现在最新的大乐透 也可以把大乐透历年的号码统计一下 看哪个号码出现机率最高 比如说我今天要统计101年 1号出现的机率 机率当然我们可以先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我先算什么 先算它这个号码 在这个范围里面出现过几次 这个范围 从一期到第99期 这么多号码 我怎么知道1号开出的次数多少 当然 你 不是叫你这样慢慢看 一个 两个 这样我看 你这样看42个号码 看到 眼睛坏掉的还算 而且还不容易算对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在统计分析里面 如果要算这个机率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上个礼拜有用过 统计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统计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用上礼拜用过 那个叫康义福 所以你可以在插入函数之后 找到那个统计类的函数 那统计类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上礼拜用到一个叫康义福 其实就算那个里面有几个 所以他需要的东西很简单 你就给他他需要的东西 然后按确定之后 他问你两个问题 所以函数有点像 他有点像问答题 问你 你的那个要找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Range 那你的那个要找的号码是几号 Qriteria是条件 条件就是几号 所以我们分别就给他这两个东西 那就帮我们算完了 所以Range的话 我跟他讲说 我那个范围 是在101年 点一下 OK 他会出现101年 有没有 他会把101年的工作表名称 放前面 惊叹号 然后你跟他讲说 我的范围在这里 所以一般是这样选 向右选取 到特别号 7个号码 但不止 还有嘛 所以还要往下 就这样选 这样选 不过这样选有个缺点 他也很容易过头 到了 OK 有时候要拉来拉去 所以比较不方便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你怕这个范围常常这样拉 就是不方便的话 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在这个Range的部分 你可以先把前面的 这一个名称这个范围 先给他一个定义的名称 以后就叫用那个名称去找那个范围 他定义名称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了 一的话就先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二的话把它向下选 不过向下选有时候他会过头 或者是说很难抓到 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的话 几个方法 一你先向右选 再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OK了 整个选起来 或者是说另外一招 或者说你可以游标先放在这个范围的左上角 第二然后往下卷动之后 到他的这个最下方的右下的按Shift键 Shift按住 再点一下左下角 他就自动选 左上角到右下角 他就会选起来 OK整个范围一样可以选 不过我比较习惯就是刚刚那个 先向右 然后Ctrl Shift向下 向下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给他一个名称 那名称也许啊 我们叫一般习惯就叫这个名称 不过特别说啊 那个名称不能用数字开头 你不能用101 你Enter他说不行啊 这个不是有效的名称 因为他不接受数字开头 所以我们在前面也许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开奖吧 也许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叫开奖101 也许前面就是把它输入一个中文 让他做一个辨识 你看我的中文都不见了 在这里 把它输入一个 这个范围先选 选完之后的话 跟他讲说这个名称帮我取一个叫 开奖101 101年 Enter 好 那这个范围他以后就叫开奖101了 那另外呢 102年如法炮制 所以签到102年 也许你也可以 把这102年直接选起来 好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叫开奖101 我之前有做过 好 那就一个开奖101 一个开奖101个 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做刚刚一样的动作 插入这个函数 然后统计里面的函数 那差别只是说呢 我们刚刚那个 range 部分是用选的 不过现在只要按F3 OK 这边可能要配合一个 range 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是切过去选 现在不用你按F3 他会跳一个名称出来 OK 那其实也就是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他会跳出来 那这个便利性蛮高的 我蛮推荐各位以后 只要你那个范围是在不同工作表 或者是很大一个范围 你就用这个方法 我相我觉得相对的你做起来会比较简便 他一样把那个范围的指甲带过来 那你要找什么的找1号 他帮你算出来17个 如果向下填满 全部就算完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当然未来 如果我们只是希望算说 每个号码出现的次数的话 次数你就做完了 但是问题现在不是次数 现在是几率 所谓的几率就是说 你要再把它的次数除以什么呢 他这个目前这个范围里面 的总共的那个号码的 这个总共的那个 它的个数了 所以如果说我要统计这个号码里面总共会有几个 几个号码的话 当然其实你用算的也可以算出来 这边有7个 7个然后997 也就是7乘上99 那就693 OK 不过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用手动 就是用自己算的 你如果说要算出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也蛮容易的 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前面也有讲过的一个 这个函数叫 康书 康书是算 康书 如果康书就等于是他有条件的 如果你只要算那个里面有几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用康书 你会发现这个康书 他有告诉我们说 里面的话是计算什么 计算范围 就刚刚那个范围 包含数字 的储存格数目 也就是说他会帮你算 里面总共有几个数字 那这样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按个确定 他会问你说范围给我一下 其实范围我们刚刚已经有定义好F3 你就把那个 开奖101给他 他就帮我把这个开奖101里面 全部一个个算 是不是数字4加1加1加1 帮你全部算完之后的话 他会得到一个结果 算完之后 看着在这里 693 那693会帮我丢到那个储存格 我按确定 按确定 OK 你会问693 所以其实我们几率的部分就是什么 再把这一个 总共的号码 把它怎么样 就是开奖的中奖的号码除以什么 刚刚的那个 总共有几个号码 那他你会发现 他的公式 其实还蛮雷同的 差别只是说这个if拿掉 这个豆点A2拿掉 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希望把它复制 然后你就除以 我中奖一号开几个 除以什么 全部的号码 那当然贴上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if拿掉 把那个豆点A2拿掉 打个勾 这样的话那就算完了 不过算完之后 这个因为之前已经有做过了 他应该不是长这样子 预设应该是长这样子 他会出现什么 零点他的机率 零点零二四五一堆的 OK 这样看起来其实会蛮不好阅读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还小数点这么多 所以如果我希望能够看到是 他是万分之多少就好了 比如说我想要阅读 万分之245 后面的小数点就不要了 我大概只是想知道这样格式的 怎么做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记得就是说 他有点万分之多少 这边有个分数 那分数部分的话 他这边会有一个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二 可是没有万分之多少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可以先找一个来改 那改的方法的话 就是分数里面找到百分之多少 制定一下 把这个百分之多少 再加个零 按个确定 这样就OK了 OK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请各位 先把101的这个范围 选取Ctrl-Ship向下 定义一个名称 那102一样 那再来的话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Cone-if 去算他一号开出来的这个次数 除以呢 他全部的总共有几个号码 那就得到我们的奇率 最后我要取到小数点的万分之 应该不是小数 就是万分之多少 我用分数 找到那个百分之多少 再制定一下 关键是制定一下 补两个零 因为他预设是百分之多少 我要万分之多少 那就这样按确定 那你看到就万分之多少 其实一目了然 蛮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长辈 尤其长辈很喜欢算名牌 每天都要看哪个号码会出 那你就怎么样 你说你的号码在哪 其实网路上都有 你帮他刷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帮他说用一下 Essal统计一下 那并且他如果要 要怎么算就怎么算 你也许不一定用 全部的质量 比如说 哪一天 那一天的话 你把那一天的资料先塞出来 然后再统计一下 说不定有时候 算一算一算一算 刚好跟你算对了 对不对 那你这应该就可以少 少努力了二十年了 对不对 不过这样 说是这样说 不过我觉得 白日梦还是少做 还是踏实一点 OK 这个家财万贯 真的不如一季再生 如果有自己一季之长 真的比你真的万贯家财来的好 因为其实万贯家财 总有花近的一天 那你那一季之长的话 当然其实 产生你只要愿意肯做的话 那就一定会有固定的收入进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101年的1到42号 中奖几率用万分之多少表示 先试试看 101年做得出来 那102年我想你也做得出来 因为它的概念一模一样 最后把两年的几率加在一起 就是合计 在排名 那我们就算完了 不过当然最后 我们总要做一些变化 我们要做一些变化 好